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苗小千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是刺客這條奇緣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拜託在下面幫我按個讚吧 然後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 還有別忘了開啟訂閱跟鈴鐺喔 兩段行程中 列波 列脫波利斯 神殿以北啊 算了 不關了 沙滔之真的是 之後站長啊 嗨!我來找你了 我們很幸運 父親牲鞋子,他的鞋子都經常贏 我告訴他他 你告訴他 你告訴他什麼? 不太多,那你也是一輪 那你也知道Clarida 太多了 一半 來,他會喜歡你 看來馬有希望了 看來馬有希望了 你認識一遍 你認識一遍 你朋友是誰? 父,這是巴雅克 他想跟Clarida 我父親 Philocrates 康諾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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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Clarida 我們看你走 巴雅克 Nighias 你走近 可能你會學到什麼 叫什麼名字 不太會念埃及人的名字嗎? 上來吧 人總是羨慕別人 人總是羨慕別人 走 走 你抓穩 你抓穩 你抓好 你 我父親愛 Icarus 他最愛 他的駕駛 他的駕駛 他最愛 他最愛 他的駕駛 他最愛 他的駕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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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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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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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你 我 你 你 他 你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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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拿到你的鞋子 我们不会让你下降 他跑来偷马 就是要阻止我就对了 我拜一刻是你们阻止而料的吗 他应该蛮伤心的吧 他爸爸比较喜欢马 不喜欢他 不 我们要辞联邇 我们要联系 对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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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 他我们的 還是那是我隊友喊的 應該是隊友 玩家應該靠我的節奏 抱大腿的節奏 河馬 沒有啦 我要騎一般的馬 我剛好下馬 來 這時候應該要拿出我的長槍 再馬上長槍 應該很讚 雙刀感覺不太適合 還有嗎 上嗎 走啊 接下來我要這一區 前面還有 上槍 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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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嗎 輕輕鬆鬆啦 那一條鱷魚你們應該可以吧 那我就 繼續前進啊 這邊騎馬騎不過 啊 滑船過去 滑船 滑船 有很多人嗎 好像剛好就是一個一般的土匪 那沒有寶藏 之後再去好了 之後再去好了 那我 從這邊繞過去 隊長你怎麼還要跌倒還要跌倒 綁上大手 我來幫你們 啊 哎 對 這樣 對 我剛好 你 那 都 有 跟 帥 我們走吧 回去 這是那個吧 之前 調查任務那個 可否查一下 這個蝎子好像那個 全境裡面技能的圖示 我覺得長的基本上 一樣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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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屍體 哇 也被摘掉 給我 鑰匙蝎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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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諸神的神秘被藏在門後 裡頭掌握著身體的秘密 我們應要照四神的片面 嗯 所以他是要收集四個 有點像是 是 收集那四個保護者的器官了 有點忘記是那個保護者的四個 陶魯斯是 應該有 所以他會挖掉 上一次應該是挖掉另外一個器官 下一次或許又挖一個不一樣的 上一集我們會說到 希臘發展起來馬戰車的比賽傳統 是怎麼樣 那 我們這集就來說說傳到羅馬這邊之後 馬戰車比賽 變成什麼樣子 到羅馬 馬戰車通常 是 辦在宗教的節日上 比起 以往的競爭 他更偏向向娛樂的 目的 為了娛樂而舉行的 比賽前 好會有遊行啊 舞蹈啊 直到後來 基督教興起 世界活動 就會被視為 異教的活動 馬戰車賽才在羅馬漸漸示威 這裡的比賽通常是會在羅馬經濟場舉辦 最重要的場地就是 馬克斯莫斯競技場 長大概621公尺 寬118公尺 比希臘的稍微小了一點 也從原本兩個緩彎 兩個急彎 變成兩段長長的直線 然後兩個急彎 比賽才統一發車 會由皇帝放下一塊特別的布 當作信號 斬環同時下降 大家一起開始比賽 比賽中 任以蛇行 派別人撞車 是被允許的 甚至不同隊伍他還可以進行 附下聯合 然後幹擾對方 就是讓比賽更精彩就對了 觀眾也可以參與 可以把一些東西丟到比賽場上 影響比賽 比賽有希臘的12圈 縮短到7圈 後來又縮短到5圈 為了可以讓更多人 更多隊伍參加這場聖會 羅馬的戰車比賽獲勝 不是在車隊老闆 而是車手本人 雖然車手很多還是奴隸 可是他們可以藉由比賽 贏得獎金 然後為自己購買自由 甚至成為帝國的大紅人 都是有可能的 可惜戰車駕駛的壽命通常是不長 紀錄上因為贏得2000場比賽的名車手 死於一場比賽的車禍中 他才27歲而已 另外最賺錢的則是一位叫代克里斯 他總共參加了4257場 其中贏了1462場 獲得獎金換算成現代貨幣購買力 大概是等於150億美元 比賽隊伍依照春夏秋冬會有4個顏色 綠色代表春天 紅色代表夏天 藍色代表秋天 白色代表冬天 多米提安皇帝曾經在81到96年之間 提出要有新的隊伍 金隊跟自隊 但是其實大家並沒有很接受這樣的改變 所以他死後 隊伍也就沒了 歷史上記載大多是 關於藍隊和綠隊的激烈衝突 紅白隊雖然也有活動紀錄 但是卻很少關於他們的描述 所以台灣會是衝突是不是 因為顏色的關係 另外馬戰車還有一個政治功能 因為皇帝本人一定會落場主持這個比賽 所以許多平民平常沒有機會見到皇帝表的意見 就會透過這樣的一個場合 讓皇帝知道大家的想法 在羅馬的比賽衰落之後 這傳統被報戰庭繼承下去了 但就沒有這麼詳細的紀錄跟統計 比賽的目的也主要改變成展現皇帝的威力 更經常因為一些政治上的宣傳而舉辦 另外也會在皇帝生日的時候辦一場 當作慶生的項目之一 皇帝不再理會賽車場上抗議的群眾 穿手的勝利被視為是皇帝和領主的功勞 就算這樣比賽還是很吸引的年輕人 藍綠競爭經常引發支持者之間的幫派戰爭 甚至打折打折不知道怎麼 就聊起來搞混亂也是有發生過 一些學者認為當時的藍綠對決可能超過單純的運動賽事 而是綠代表基督教 藍綠代表東正教 衝突中促成伊斯蘭教崛起 但是這個說法目前是還有爭議的 最後馬戰車賽在七世紀升退 藍綠派系則轉為中校禮儀的角色 淡純歷史的舞台 現在還是有一些人在一些地區舉辦小小的馬戰車賽 如果在YouTube上面搜尋Chariot Rez 就能夠找到一些現代比賽的畫面 馬戰車介紹我之後差不多到這裡 終於回來了 才對阿 我會做我的最好 芭蕾特 好啦 那我想我們這集差不多就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別忘了幫我按個讚 訂閱並打開 如果喜歡的話別忘了在下面幫我按個讚 分享出去 訂閱並打開後面的小鈴鐺 就比較不會錯過新的影片喔 還有FB粉絲團跟LINE的觀看帳號也可以去追蹤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掰掰